大家晚上好 欢迎来参加我们本周日的这个专场 本来每周六我们有教育夜线场 对于第一次参加我们这个讲座的家长 可能不太熟悉 简单一下接下来我们的公司 我们Initin's Education 是位于湾区的一家教育咨询公司 我们的服务涵盖升学规划 还有一对一的辅导 还有career planning 主要针对初中七八年级 到整个高中的这个大学职业规划 然后我们的服务类型的主要分 Summer planning 还有test prep 还有tutoring 最主要的就是大学申请 在刚刚的上 这个月的前两个礼拜 我们的顾问非常的忙 一直在做大学申请 但是与此同时 我们收到了一些家长的inquiry 就是关于孩子转学的 有外州的 有本州的 因为疫情 我们的一些家长 从外州了解到我们 然后他们问孩子 关于申请转学的问题 因为之前的话 很多家长只会知道 加州有转学 就大家从设计大学 或者从别的四年大学 转到UC 但是今年我们收到了 很多的这个需求 是从外州 转一些别的大学 因为现在截止是还没有到 所以今天我们加了一个特别的专场 请到了我们的那个刘晨老师 他是转学专家 这是我们的两个办公室 一个是在 一个是在 现在呢 我们只是在内部 有些时候会用大部分的家长是在online 媒体 因为疫情的原因 然后呢 我们的学生呢 基本上主要分布在湾区 都同样也有一些 来自其他州 甚至是日本和香港的学生 但是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我们的学生 家庭组成呢 至少有一位家长是华人 这是我们的特点 因为华人的话 就是确实是我们接触里边 最最重视教育的投入的 不管家庭条件如何 教育是他们第一 第一 投资大师 然后这是我们的团队成员 我们的升学顾问都是全职员工 上面看到的十位呢 都是我们的全职老师 升学顾问 还有后台的这些员工 他们都是全职毕业 都是在本科和研究生 还有博士 甚至都是在美国完成 然后今天的征战呢 主要是争取五个点 我会讲一下整个 关于转学的宏观需求 三个点 刘成老师呢 会主动讲技术层面 因为他的转学经历十分丰富 他帮助了很多学生 实现了从一个非常一般的 这个社区大学的 状态转到了一个非常顶级的 UCLA UC Berkeley 而且都是一些competitive的专业 所以今天重点的三四五的部分 是技术层面的 希望家长能够喜欢 我这块主要是针对两种类型 这边转学分为两种类型 我们分类的一种是 internal transfer 有一些家长呢 在我们共同中 他会是说 我们孩子成绩不是特别突出 但是呢 他就想能不能我进一个 特别容易的专业 或者不选专业 然后进到大学 然后通过转专业 给进到计算机 或者商科 这个答案呢 要因人而异 因为如果你的孩子是在疼校 或者是前事务里边一种私校 这个是可以实现的 因为他们的专业分布不特别清楚 但如果您家小孩呢 是进了像CMU 南加大 这类专业特点特别突出的大学 那这点的话 我觉得大概率是不成的 这个策略 假如说 您进了南加大的一个文理学院的 一个普通专业 举个例子是psychology专业 然后你说想转那个 UC Marshall 那个上学院 那难度就比较大 如果你想转工程学院 难度更大 如果你想转里边的导演系 他们最好的一个电影学院 难度超级大 和你新生申请没有区别 所以说就是具体问题 具体分析 功力也是 你像UC的话 他的转学这块 ECS根本就转不进去 他在网上写的就是 基本上是impossible 所以说今天我们会给大家细化 为什么 就是这种内部的运行模式 会导致有些 为什么设计大学转起来 反倒非常容易 反倒internal不容易 然后第二点 就是我们今天讲座的重点 就是外部的transfer 分两种 一种是家长非常熟悉的 社区大学转学 很多家长 我知道很多华人家长 可能孩子在小的时候 目标就是哈佛 就是所有华人 心目中最好的大学 对吧 但是呢 华人家长很有意思 他的弹性很大 孩子如果考不到理想大学 或者是准备不到位 他会要不就激将反而 要不就真的是那种 破案的破摔的感觉 就告诉你 如果你上不了某某大学 上不了Primandor大学 你就去设计大学 这是经常我们听到的 一些家庭的对话 这个呢 当然很多家长 都认为社医大学 像国内的复读一样 它是第二个机会 还有家长会认为 社医大学是一个跳板 但这里边的成因非常多 今天我们会逐一给大家解释 就是你们所听的那些 都市传说吧 Urban legend 关于社医大学 我们今天会给大家具体来分析 然后第一种呢 是两年转四年 这个是非常正常 这是在美国的一个特色教育 在国内呢 没有这种系统 国内的大专的和这个 也不是特别像 我们特意做了一个调查 就这个是美国独有的一种系统 他把general education 就是美国基本上 所有的大学 可以说90%以上 他的大学前两年 是叫general ed 他会学习一些 比较通识的课程 英文啊 两节写作啊 数学的话 基本上微积分就够 然后自然科学啊 表演艺术啊 还有那个visual arts social都要学一些 设计大学呢 充担了大学前两年的 这个基础课的教育工作 然后到大二下半年的时候 你就转入到到 呃四年大学 来继续你的专业学习 这是美国设计大学 一个特殊的机制 有历史原因 有文化原因 也有政治原因 啊 当然里边有些非常 非常多的优点 就为的价格比较便宜啊 同样有缺点 如果你们家孩子 不是那种特别自律的 那设计大学不是 不是一条好道路 我会给大家一些具体的案例 来告诉 就是两个极端 那什么样的孩子 适合走这个捷径 然后第二点呢 是很多家 可能不太熟悉 这个在国内比较熟悉 这两个特别流行的 就是四年制 转四年制大学 下一个slide 会讲的比较详细一点 我把它用比较直观的方式 告诉大家 一个呢 是刚需型的 咱们刚才讲的设计大学 因为这个孩子 可能高中的时候 成绩不太理想啊 可能连毕业都费劲 或者即使毕业的话 去大学也不太理想 可能在排名几百名 或者是根本就是没有 合适大学 这样觉得花着情不值 那我就睡大学 转到余岁不是很好吗 而且又省钱省时间 这叫刚需型转学 因为没有哪个华人家庭 是不希望孩子读大学的 同时没有哪个华人家长 是认为自己孩子 两年的这个AE degree 从小学大学毕业 就可以找个工作的 和高中没太大区别 这叫刚需型的 改善性住房呢 就是很多家长 可能刚开始 刚工作的时候 孩子孩子少 住apartment 后来买condo 再换townhouse 最后换个bighouse 等孩子读书之后 毕业之后 又换回了一个小的公寓 这是人生的一个cycle 所以我用两个词 来给大家界定 希望大家能够分的比较轻 因为改善性的概念 对大家来说比较新 但是在国内 我们同行那里边 是一个非常成熟的概念 在三五年以前 各大 它的转学录取率 大概是在15%左右 甚至有的时候 会高到20 但是呢 这两年明显是 低于它正常 本科申请录取 这其中很大一部分原因 源自国内一线城市 一些孩子在本科申请的时候 不是特别理想 然后呢 国内的一些 一线的咨询机构 做出了一个需求 就是在一二月份 淡季的时候 他们会选择转学生 因为很多国内的孩子 他就一个目标 我要拍名高 他本科可能进的 非常不错的学校 前30前40 他不满足 他要进藤校 转学一直是 很多我们同行知道 但是家长不知道 一个捷径 四年转四年 这里边大家要界定 如果你的目标是藤校 那四年转四年 可能性大很多 社区大学转 Counter基本上就是上线 而且是非常难 你要全A活动特别漂亮 所以这个是我们今天 区别的一个重点 就是刚需行还是改善行 然后刚需行呢 分几种 一个呢 就是我刚才讲的 可能高中毕业都费劲 一堆F一堆D 孩子可能是情绪原因 可能是学习原因 就是高中混不下来 另外一种呢 我们见过非常少见啊 就是那种 比较有策略性的 他可能申请到了 UC San Diego 但是呢 他觉得 我想去UC UCBURKE UCLA的CS 那怎么办呢 我知道社区大学不错 我本身成绩也不差 可能是我申请没有做好 我的AC没有做好 或者是其他原因 那我就通过社医大学 这两年啊 来重新塑造一下Profile 然后加上我高中的整个成绩单 我就顺利的转到了 UCLA和UCBURKE CS专业 基本上不是工程类专业的 那个UCBURKE ECS 是不接受转学的 所以这种的话 我们见过但是非常少 大部分是第一种 就是大学 确实在高中期间 学的不是特别好 然后呢 还有就是省钱 这个我在华人家庭里边 接触的还是不特别多 因为条件 一般家庭我们见的很多 但是呢 在教育投入还是很舍得的 家长宁可居住条件比较差 也会给孩子一个 非常好的教育环境 第二种是感善情况 就是我讲的 还是孩子本身比较成熟 或者是也是因为 申请的时候 没有进到理想大学 一直有这个野心 希望能进更好的大学 这种孩子呢 目标当然都比较高 这些年的话 转到芝加哥大学 宾大 哥大 市面的案例 比比皆是 我们接触的学生呢 两者都有 但是以社区大学 刚学型偏多 因为主要是我们地处 加州的特点 然后我们来讲下一个 我给大家看一些硬数据吧 具体的技术分析呢 刘胜老师他会讲的更细致 然后再来看一下 就是给大家看一个直观的印象 就是去年的数据 今年还没有出来 今年转学是非常特殊的一年 我们就来看看去年 已经和今年最相关的一个数据 我们罗列一些转学率 比新生录取率要高的大学 那些低的我们就没有放 就一个哈耶普斯玛这个学校 比新生要录的低很多 哈佛也有转进去的 家长知道为什么吗 这人可能是MIT转过去 他并不是设计大学转进去的 这个家长一定要知道 我听说这个有哪家案例 做到Cornel Payne这些 有一直有 从来没断过 但家长要记着 转学的主力军 这些好学校的 基本上来自文理学院 和前三十的那些智能大学 并不是设计大学 设计大学主要是那些 公立学校的Feders School 设计大学里边 也有能转进很好的 凤毛铃鸟 非常少 然后呢 范德博大学 新生录取率只有9% 还有那西北 在转学的时候 能达到16%25% 然后胜度对华盛顿 的那个本科录取率 20%左右 结果一直在 无限的压低 今年会更低 因为今年因为疫情 所有的本科录取率 都在暴跌 我们刚刚发了一篇 微信文章 就是讲纽约大学 申请人数破10万 我们估算了 去年他录的人数 和今年申请人数 如果按照去年 那个录的人 他接着录的话 纽约大学的 今年录取率会低于 去年Cornel的录取率 就那么夸张 很多家长 以为纽约大学是保底 今年这个疫情 彻底打破了这个平衡 这里边我要加一句 讲说为什么今年 这么紧张呢 实际上有一半人的思想 是认为 哎呦 今年不要标化 那碰一碰运气 另外一点呢 因为今年疫情的不确切性 所以很多学生和家长 选择了多申 多申请 当然这个Cornel的 会赚钱啊 你这申请费交的话 你当分母的话 他们是很愿意的 他们的成本 已经是固定 然后艾莫里大学 南加州 南加州很明显 已经是两倍了 纽约大学 其实差距没有那么大 波申大学 造了50% 波申大学啊 过去很多家长认为 它是一个保底校 但是我告诉家长啊 这个波申大学 录取率在逐年走低 已经跌破20%了 这是一个前20% 在有的录取率 所以说家长要看啊 就是真的是这个 录取率在呼呼的低 但是呢 同时你会看到一个趋势 因为每年大学 就这么多名额 那这么多人申请 会造成什么结果呢 前面录取率暴跌 底部那些排名 不是那么出的大学 录取率会上升 因为深的人就少了 或者是他深的人多 但是去的人少 他会增加自己的录取 所以现在走上 一个两级方法 然后东北大学 非常难录的一个学校 排名虽然不突出 因为找工作就业 比较实在 所以说他的录取率 一直在也在暴跌 他的转学率 可以达到48% 具体深层的原因 刘少尔会分析 转学的名额怎么来 为什么这个会有这个差距 然后另外一个数据 就是家长可能 在座家长最关心的 一个数据就是UC的 大家看一下 去年UC的录取数据 今年还没有出来 可能会定的低一点 大家看看 UC博克利录取率17.5 我们讲的是所有的专业 可以是那个什么 American study 可以是woman study 可以是German 任何一个专业 非常水的专业都可以 他的通用录取率是17.5% 但GPA呢 UCGPA达到了4.13 4.3 非常高 然后呢UCLA 数据上是比UC博克利要高的 为什么UCLA是现在全美国 申请人数最多的大学 地理位置原因 还有政治倾向的原因 UCLA非常受欢迎 他录取是9% 和Conner差不多 就这是一个公立大学 大家敢想象吗 这是一个公立大学 然后UC San Diego 为什么要拽出来呢 很多家长认为啊 UC San Diego排名这两年 一直不如 Irwan和Santan Barbara 他的录取结果怎么样 实际上大家看一下 这里边就是 给大家一个小小tips 你在看数据的时候 你不要看排名 你看他录取数据 你看虽然UC Irwan 录取率只有30%不到 UC San Diego 相近40% 但你看他的录取的 这个硬指标 UC San Diego 更胜一筹 就是录取率不代表什么 为什么 你像UC Irwan的话 国内留学生没有不深的 几乎都在深 因为都觉得比较喜欢 中国学生吗 而且他有语言项目 他可以做两年的这个2加2 就像社会大费一样 这个我就不细讲了 因为不太适用我们的学生 他的实际录取数据很低 但实际上他的申请人的破 是比那个UC San Diego要弱的 所以家长要看的时候 不要只看录取率 要要深层深入的 去看这个数据的整体性 然后另外一个呢 就是看transfer 我们来对比到UCB 他的那个录取率 在转学的时候达到23% 虽然也是很紧张 但是比freshman录取要提高了很多 而且他录了4000多个人 申请人大概是19000 然后UCLA 22% 这个数据你可能觉得 没有提高很多 不像那个BU 像东北大学 那么general 家长们就要看看 他录取的人数是多少 是4000多5000多 而且这里边绝大多 都是社区大学的人 就是你彼的人不一样 就像我们一直建议 我们的学生 如果你处在的高中 非常的competitive 那你很难stand out 那你可能就要把精力 放在GPA上 那有一些家长 他比较可能 看的比较长远 或者是他当年选的时候 也是无打无仗 选了一个学区 不是那么强的高中 他在里边是属于 那个小吃的里边大鱼 他就很占优势 同样道理适用于转学 你看在转学这层面里边 你比的是社区大学的学生 在社区大学里边拿一个A 要远远简单于 在本地的一个 时分的高中拿A 这样就是概念 社区大学里边 你竞争的人不一样 所以拿A的话 就是你自不自律的问题 当然一些特殊专业除外 下面就转到 我们的真正的技术流 我们的刘晨老师 分析一下 我刚才讲的那些表象 背后的真实原因 大家晚上好 好久不见了 上一次做webner 我不能share吗 上一次做webner 已经是两个月以前 大家做了一波 这个summer camp的webner 那现在的话 大学申请刚刚结束 我们已经如火如荼的 开始了summer camp的申请 再不开始就晚 先提醒各位家长一下 OK Transfer 那Transfer这一块呢 是我们college council的里面 特别 非常特别的一块 很多人问 当然也有很多的误区 那今天 hopefully可以给大家 讲的比较透脆一点 那首先来看到 是接着刚刚刚Ben 讲到的这个 Transfer Freshman Admission 和Transfer Admission 的一个对比 这边拿到的是 UCLA的一个 所有的专业的 这个college的对比 那这边可以看到的话 Letters and Sign 我们的文理学院 不出所调 所调是最容易进的 那本科生的 录取率是17% 那到了Transfer的话 是29 这里面的原因 其实很 还是比较容易理解的 文理学院 Letters and Science 这个学院 一般来说 是都是最大的 然后major最多的学院 而且其中的major 相对于其他的 一些特殊major 比如说Engineering 比如说Nursing 这样的major来说 这里面的 这个学院 里面的这些major呢 它的pre-requisite 它的转学的 这个前提 的major requirement 会比较低一些 相对来说 大部分major来说 它相对会低一些 所以那人也是 最多的 那Engineering的话 它的这个 Freshman和Transfer的 Accentary是一样的 那都是11% 也就是说Engineering 其实还是很Challenging 那Music 和这个Film 这一类的话 表演 跟表演有关的 这一类的话 其实还是本科生 会稍微高一些 这个也是因为 学校可能会希望说 你从第一年开始 就在我这边 接受教育 毕竟这两个专业 在U-CLA来说 是它的这个 top major了 那为什么会出现 一些这样的状况呢 接下来会有 比较系统一点的分析 Transfer 在很多人都会提到说 那我如果高中的时候 成绩不是特别好 特别理想 我做Transfer 会不会容易一些 有一些学校 的确是 那我们这边 可以看到的是 有很多的公立学校 它会有一个叫做 articulation agreement 我们也可以理解 为它是一个 guarantee的admission 就像UC和我们的 local community college 有东西叫tag tag的意思就是 Transfer admission guarantee 就是一个保证 你可以进 只要你达到了 它的前提 当然这个tag agreement 它是不包括 U-CLA U-C Berkeley UCSD的 其他的UC 但是有很多的campus 现在来说的话 它每一年 它的这个前提 它的要求都在变 现在来说的话 它的major 也有出现了一些变动 比如说有个地方 可能engineering 它就不保证 那每年的话 都会有 不光是加州 像Florida也是 那麻省也是 这几个州的话 都有这个policy 就是说 你的community college 的学生 在达到一定的要求以后 你的这些公立的大学 吃工加饭的这些大学 必须要 就是接收这些学生 只要这个学生 有达到这个要求 这个其实也是 普及这个高等教育 那另外一个的话 就是我们说 有一个叫transfer pathway 那这个话 就可以提 我们要提到一下 Georgia Tech 那Georgia Tech 是一个学computer science 和engineering的学生 非常喜欢的一个学校 一个最popular的学校之一 每年我们帮这个 十二年级的同学 申请都有很多这个 学生会要想去 我要去Georgia Tech 那Georgia Tech的话 它有一个叫transfer pathway 那这个的话 它虽然不是guarantee 但是它给这些 想去Georgia Tech 学engineering的学生 提供了一个 非常详细的一个指导 它会告诉你 一步一步来说 你要做些什么 什么 你GPL要达到多少 你要上一些什么课 然后我们非常欢迎你 来Georgia Tech 它这个是普及这个 普及这个 STEM education 那在这里面的话 其实要提醒到大家 是当你在看这些 transfer的要求也好 这些数据也好的时候 你要意识到说 transfer这个东西 在很多情况下 它是很localized 尤其是这些 大型的公立学校 它是非常localized 它需要照顾 它本周的学生 那私立学校会不会这样呢 其实也会 那接下来的话 我们会看到 两所私立学校的transfer Cornel和USC Cornel和USC 这两所学校 都是我们所说的这种 什么叫做 transfer friendly 也就是说 他们很欢迎 这个transfer student 相对于 其他的一些 私立学校来说 但是它的这个 easier 是不是绝对的 是相对的 那我们看到 Cornel的话 Cornel 每年 它去年的 录取的这个 transfer student 里面 只有21.5% 是两年制的 community college transfer到他Cornel 去的 剩下的78.5% 全部都是 4 year transfer 也就是说 这78.5%的学生 他本身是在一个 四年制的大学里面 读着 OK 那他在进这个学校 以前 他可能已经有一个 这样更高的目标了 或者是他可能想 换一个更好的环境 不一样的环境 他决定做这个transfer 那也就是说 他的大部分的位置 是留给这个 四年的transfer 所以我们的学生们 如果你觉得说 OK 我想去Cornel 其实这边的建议是 可能还是要从高中的 开始的时候 开始努力 虽然去不了Cornel 他36.3%的这个transfer students 其实是纽约州的 这个居民 是纽约州的 residents 那 USC的话 其实也是 那我们可以看到说 USC 52%的学生 是从加州的 这个community college 去的 特别是我们的这个 Santa Monica 和Pasadena 这两个学校 我比较走 因为我UCLA 念书的时候 Santa Monica college 就在我们旁边 非常大 那Pasadena的话 大家也知道 Pasadena是一个 非常好的这个学区 这两所college的学生 去到这个 USC的转学区 USC的学生 特别多 那当然 相对于 其他的学校来说 USC它其实 剩下的48%的学生 是来自 各个各个地方 各个州 各个各个国家 所以它真的是 算是一个 比较非常diverse 然后对transfer students 非常friendly的 一个学校 那还有的话 大家可以注意到 这个它34%的 这个transfer students 是legacy students OK 有关系的 那什么样的学生 比较适合 去考虑到这个transfer transfer这个东西 如果你一味的觉得说 这个东西是一个捷径 可以走捷径 这个是一个 可以让我非常容易的 进到四年制 这个好的四年 这个大学的 一个途径的话 建议大家 要更理性的 看待这个问题 那什么样的学生 适合做transfer 什么样的学生 不适合做transfer 那首先 这个学生 他本身 他会要有一个 有想法 OK 他对他的 今后的学业 他会有一个目标 他不会满足于 现在的community college 或者是 他现在的四年制大学 的一个体验 那另外的话 这个学生 他需要follow一个 well planned curriculum 就是说他上的课也好 包括说他在这个课里面的成绩也好 他都需要去 很好地去规划它 因为根据你major不同 你需要达到的要求也不一样 OK 那最后的话 学生本身要做好一个思想准备 就是说当你transfer以后 你可能还要花不止两年 在你 在这个对方的学校 这个不是说你成绩不好 或者怎么样 这个就是course上面 有的学校 他可能并不会承认 你在community college上的一些课 他需要你在他的本校 重新上一页 那还有就是说 这个跟major requirement有关系 那比如说拿UC Berkeley来说 学生可以转去E OK 你transfer的时候 你可以升级去E 到了E以后 如果你成绩够好 你还可以去做这个ECS 最popular 最难的major 那他的major requirement 非常高 有的孩子 他可能要花更多的时间 去上他的major的课程 所以他可能会花到 不止两年的时间 所以如果你觉得说 我得赶快毕业找工作 我得赶快离开大学 那你可能这个时候 你就要想想看 OK 那另外还有一些问题 是这个学生需要去考虑到的 就是说 在你做转学的时候 我们这边可以看到 39%的这个transfer student 这个是federal survey 那39%的学生 他在新转去的学校 之前的credit 是没有被接受的 OK 那另外的话 很多学生 他可能on average的话 他会on average 这些transfer student 会丢失掉大概27个credit 也就是说这27个credit 你可能需要在你今后的 时间里面登上 那另外的话 你在如果你想做transfer的话 你可以可能这个不太 不是特别适合于刚学型的 因为我们如果是刚学型的 转学到转学的话 你肯定是要换一个环境的 那如果是4 year 转4 year的话 学生这个时候 可能需要考虑到 是一个social life 那这个不光光是你在学校里面 认识这些朋友 你的这些activity 那你和你熟悉的professor之间的联系 可能会要断掉 OK 你要去到一个新的环境里面 在你现在的这个学校 也许你是这个top的学生 你的professor 你的mentor 非常的喜欢 你有很多的项目可以给你 但是那在这样的情况下 你到底要不要做这个transfer 这个都是要 学生需要考虑的 那最后的话 还有一个additional cost 那这边特别提到的是一个financial aid 这个financial aid 一般也是学生家长比较关心的话题 那就是说 很多时候 这个financial aid package 是guaranteed for years 如果你在新的学校里面 需要更多的时间去完成学业的话 也许你的financial aid package 不会cover到 多出去的这些时间 这些东西都是 我们在做转学的时候 需要考虑的事情 所以不是一味的告诉大家说 OK就是转学好啊 可以很容易的进到很好的大学 OK 那接下来的话会聊到 当你决定说 我要转学 你要做一些什么样的准备 首先在转学上面 他每一个学校 每一个转业 他的要求都是不一样的 这个是要做功课的 OK 那接下来的话 我们会西化到 这个几个不同的方面 首先GPA GPA的话 每一个major 在对转学生来说 major其实非常重要 学校会希望说 你作为一个转学生 你已经在大学里面待了 待了两年 OK 你应该是要有一个方向了 对不同的方向的学生 他的要求是不一样的 那UIUC是 Transfer Friendly的学校之一 那他的major的要求 Engineering 这个是他的网站上面 官方的数据 Engineering的学生 你得有3.7以上 你前两年的GPA 你得有3.7以上 Business 你需要3.6 CS 但是是这个文明学员的CS 你需要这个3.5 OK Psychology的话 3.0就够了 OK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说 在这边 你到底要多努力 才能进到这个学校 尤其是他的Engineering 那Engineering 其实当你的major课 上的很多的时候 Engineering 那3.7 其实不是一件 非常容易的事情 尤其如果你是在 这个像EA 这样的学校 真的是需要 非常的努力 所以总的来说 Transfer还是得看个人 那Test Test的话 Requirement 每个学校 有每个学校 非常特别的要求 那SAT ACT 很多人觉得说 哦 转学了 可能我就不需要SAT ACT 这个可能是 高中生12年级 申请的时候 才会需要 但是其实不是这样子 有学校是 硬性规定 我就知道你的SAT ACT Bron Washington University OK Washington University 我们刚刚看到 其实也是 Transfer Friendly之一 OK 那Required for Sophomer Transfer 什么叫Sophomer Transfer 我们的两年制的 Community College 大部分的学生 做的是这个 我们叫Junior Transfer 也就是说 你申请完以后 你进到大学的时候 你是一个三年级的学生 那Sophomer Transfer 就是我们的 Lower Division Transfer 它你可以在某一个学校 可能完成第一年的学业 当然你在读大一的时候 你就已经开始在做 这个Transfer的application 那你转去对方学校的时候 是二年级 那USC和UIUC 对这个做Lower Division Transfer 或者学生要求 有这个SAT和ACT OK 那Upper Division 不需要 Optional Optional就是说 你可教 可不教 你有的话 你觉得你的 你的高中时期 这个SAT 或者可能 College的时候 也去准备了一个SAT Anyway 你如果觉得 你的SAT成绩非常 competitive 有助于你的身体的话 那Cornell和 NYU 它是欢迎你 来教一下 你的这个SAT的 完全不需要 也有我们的UC Boston University 这些学校 我们UC是 我们不看 对Community College 学生来说 对Transfer Student来说 申请UC的这个Transfer 是一个全新的开始 OK 对很多孩子来说 是有好处 那Caltech 是一个比较特别的 特别的学校 那Caltech的话 去年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去年可能是 收了三个Transfer Student 但是这边 特别把它拿出来说 是因为Caltech 非常有意思 它需要学生 去take 他们自己的一个考试 OK 它是这个考试的话 有两个功课 需要考数学和物理 所有的学生 所有的Transfer Student they'll take 这两个课的考试 考得好 才可以升级 那 Other Requirements essay Transfer Student 他们会写到 不一样的essay 他们的这个application 和我们的freshman 是不一样的 那首先一个 我们看你的UC UC的话 需要Transfer Student 第一个 第一个 这是required 那我们gover一下 UC的freshman admission 需要四篇assay 从八个题目里面 任选四个 但是UC的Transfer 它还是写四篇assay 但是第一个assay 是required 每一个transfer student 都要写 你怎么样prepare for your major 也就是说 你的方向是什么 你为什么喜欢你的major 你怎么prepare for your major 它希望知道 它希望你是有方向的 那另外的话 另外的话 还有additional three 那这三个assay的话 可以从剩下的题目里面 自由选择 但是那个majorassay 你是一定要写的 这就为什么说 学生需要planet 到时候你没有东西 可以写就很尴尬 那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我们的这个华大西雅图分校 也是一个每年有大量的 这个transfer students 进来的学校 那它呢 相对于这个 freshman admission来说 transfer student essay 要多很多 去年我做了一个 那它需要学生写到 首先一个 你的这个dynamic history 你要告诉我 你有没有一些什么 特别的经历 那第二个 你的career goal 你要学什么 你以后将来 要用你的major做什么 这个是这个transfer student 需要写的 freshman不要写这个东西 那最后的话 也是一个cultural understanding 就是一个diversity essay 你对你的 你的background 你怎么样 how you're going to contribute to our campus 你的这个background 会给我们的campus 带来 带来哪些贡献 第三个assay 是这个freshman 和transfer共用 ok 那letters of recommendation 在你村庆 如果学生需要申请 这个私立学校的时候 大多数都是需要 这个推荐性的 personal video portfolio Brown有一个这样的要求 他是encouraged highly recommended 但是不是required 但是一般如果学校的网站上 是这样写的话 我们都把它当作required ok 那personal video portfolio 就像你个人的一个介绍的 一个两三分钟的一个video 需要上传到这个objection上面 rpi 这个reslator reslator是一个很适合这个engineering和cs的学校 那他需要学生教这个creative portfolio 他大概有三四三个major 需要学生教这个creative portfolio 其中一个包括game design ok 最后的话是interview interview这个部分 很多这个私立学校包括说这个liberal arts school 好的这个很多liberal arts school 是希望学生可以跟他们做一个admission interview 所以这个在这个transfer的requirement方面 学生一定要做大量的research 然后再去决定说 ok我要不要去申请 或者是我需要提前多少开始准备 我需要多少help 这个都是学生需要做的这个功课 那下面的话 问老师呢会给大家go over三个case study 非常典型的case study 好感谢刘晨老师的分享 这个案例呢我要补充一点 因为这个案例的 就是认识的我们的很非常的机缘巧合 这个孩子呢是在 是在西雅图 是在西雅图的一个生活频道 发了一条求助短信 就是说转学需要人帮忙 有没有大家推荐的这个顾问啊机构 然后我一个在西雅图的朋友一千 我也是华大毕业了嘛 然后他就给我发给我 然后我和他聊了几句 然后比后缘 后来孩子就跟我们这孩子呢 他每年的这个budget有限 然后他不能再拖一年了 然后呢他除了数学别的不擅长 申请数学专业呢 结果的数学专业是F 家长可以想象吗 就是你申请数学专业 你的数学是个F 然后后来呢 他们学校是比较仁慈的 他retake之后呢 把那F去掉了 但是呢 我们知道在申请的时候 当那个招生官在审阅材料的时候 这个F是可以看到的 所以我们没有逃避这个问题 如果那个时间点的话 我们承担拿掉了红红是压根不会提的 因为很risky 但是我们提了 因为我们知道照常会看到 所以当时刘成老师就聚焦在 这个孩子和老师的一个矛盾 但这点也很难把握啊 就是为什么我请刘成老师来来来讲 因为呃 他跟我分享之后 我这边才有一个更好的理解 因为当时我也觉得很奇迹 我没想到能转进去 他进的是数学专业 是因为他没有 不令责怪老师教的不好 而是说老师的教授方式和他 从小在台湾学习的一段时间的方式不太一样 这女孩是生在美国回了台湾 然后中学又回来了 然后呢搬了很多次家 所以我们在文书里边讲文化是认同 他转的那么地方 生活在不同的文化 不同的美国的区域 包括台湾 一种文化充当对他的影响和他的适应力 他的专业能力 他为什么学数学 就是讲他在这个过程中 他发现老师这个老师比较死板 他的解题不准必须让他来的 你错一步都是错 你答案对没有用 但是老师又比较严格 所以这个女孩呢 当时就是成绩拿F不是他不会 而是因为他用别的方法来解决了 更有捷径的方法 但老师不接受 认为不是他教的 所以当时我们聚焦在这个点 当时孩子后来也是 等于是重新适应的拿了 重新换了一个老师 重新上了一个课 证明了自己 但这个点是我们讲的 当时我们其实也是担心 这个会会后点起火 但最后结果不错 还是进的非常高兴 因为他家里边的finally budget 只能让他读得起 本州的州立大学 他读不起别的地方私立 我们所以拿着的案例 这个当然了 UW这个学校不是说 很多家长觉得 加州家长的都是野心比较大 都是去着藤校 去那些前三十 前四十前五十 UW也是看CS 但是呢 在华盛顿州来说 UW你去读了 你基本上就是最好的学校 然后呢 你如果学了CS学的business Amazon Microsoft 波音这些公司 就非常非常容易 然后另外一个案例 就是讲这个 一个比较特别的case 大概是两到三年前吧 这个女孩很特别 她是在Diana College 她GP只有3.72 而这女孩来的 也是自己走进来的 因为我们之前 我们在Diana 有一个讲座 线下的讲座 女孩自己走到门来 就来聊 然后就很成熟 很独立 她是当时已经是在 国内淘宝有电 微信也有电 然后在 在那个 eBay也有电 她卖一些中国的东西 一些小视频 女性的东西 然后我们是聊的时候 发现她有这个点 然后呢 她自己实际不太清楚 自己为什么要学Business 只是因为家里边 是福建土豪很有钱 然后就说 我也不知道学什么 可能Business比较擅长 后来我们慢慢聊 知道她开网店这个事 然后把她那个数据 和她开网店一些创意 她认为很正常 因为这种遗传基因里边 这种企业家精神 和那个生意人的这种感觉 她觉得很长 她没有提这个事 但是我们就发觉 这个地方是比我们身边 很多孩子 是要更厉害 因为她这方面很有特长 可能是耳如木然 从父母那边 可能天生的 她都是很有sense 她的现金流非常好 她都赚钱 所以我们就把这个地儿 说进去写进去了 然后来体现了一下 然后她也顺利的 拿到了USC Marshall 她现在在中半岛 一个科技公司 做BD工作 也是非常优秀的一个案例 她GP没有很高 她托福也是考到 最后才考到一百零几 之前就九十多 结果就是她的essay 她的那个比较fit 她essay是这样 我要跟家人强调一点 你essay写的再好 如果你经历里边 没有一个很好的 相对的经历来衬托 白打 五九里党 你写的特别漂亮 文笔一流 但是呢 你在校报里边不是主编 你过去没有发表过作品 那赵生官很大个力 会发现你是找人代写的 还是像这种BDness 和那个CS的 你说你多么喜欢CS 多么喜欢BDness 多么有天赋 你过去在学校里边 没有任何的精力 你的工作也没有精力 没有地方佐证 你能做这个事 那这个essay就不是你写的 或者是别人给你编的 所以家人一定要知道 我们从来没有淡化 essay重要性 但是我们要强调 他和活动这种一致性 然后这个案例 是我最想分享的 这个男孩和我是一介的 他年龄比较大 他找我们的时候 应该是二十 二十七八了吧 应该是 很神奇啊 我们在东湾三十梦 举了一个线下讲座 当时呢 我们是在一个 一个比较大的 完全比较大的 一个主流消费的 微信号里边 做了一个推广 结果他自己驱车 从底岸岗那么堵车 疫情之前 来听我们的讲座 然后就是他等到最后 我和别的家长说完之后 他和我在聊天 后来我就说 我当时很尴尬 因为我看他年龄吧 也不像个孩子 但是呢 他像家长也不像 就是比较尴尬 我说哎 你有什么问题吗 就聊 他说我是想了解一下转学 我的乡比较特殊 后来我们私下聊 这孩子呢 其实我已经隐藏了一些经历了 他转了N多个设计大学 在一会儿一个slide 我会讲一下设计大学弊端 他当年是从北京申请过来 他读了一年大大学 上科很好 这个学校 国内很多机构喜欢推向 这个学路距离很高 然后这孩子读 然后去了不适应 因为当时可能是 托付培训 SAT培训 他录的比较容易 结果来了的话 文化不适应 他比较内向上和表达也不太行 结果在第一个学期就开始费了 然后费了的话 没有人就认 大家都是各顾各的 也年轻人吧 不知道怎么适应 结果就实在被学校劝退了 劝退之后呢 可能也找了不靠谱机构 给他转到本地的一个社区大学 这个名字我就不提了 在一年大州 结果那学校他更不适应 因为那学校国际学生非常少 就是他整个是一种不适应的性格 人家地方的话 你也知道 是扭不拉屎的地方 就是他他就是那种 本身在北京过关的那种热闹生活 他没有那种social的bounding 他就很lony 学校遇到困难 不知道找谁倾诉 所以这孩子呢 在那边成绩一点几 二点几 就是不是能力问题 社医大学不存在能力问题 就是你想不想学的问题 对吧 然后呢 他后来又到 又到为什么到加州呢 因为他当时认识了一帮朋友 就是朋友介绍朋友 在暑假参加了一个 伯克力的一个商业的一个下列营 认识一帮伯克力的人 结果他就很受鼓舞 觉得那帮孩子里边 特别有想法 特别上进 然后呢 他就在那上几节课 后来他决定又搬到 伯克力重新开始 他就在这读了city college 结果也是一句不太好 就一点几 二点几 实际上当时他心情 出的状况 就有抑郁的倾向 他一直在吃药 后来结果经过治疗 经过慢慢自己 康复也慢慢好了 节奏降下来了 结果最后在community college 在迪安藏 几乎达到了4.0 但这个case有个很大的问题 这孩子太实在了 他每一次转学啊 他都给下一所大学 在报备一下 我大概是 在这个地方转学 所以导致我们 在拿他的case的时候 我们在给他申请大学的时候 我们就傻眼了 因为他过去 所有的课都堆积在那 在成绩单上 迪安藏把所有课都转过来了 因为那个迪安藏 counselor不管啊 你给我就给你转 他不考虑的孩子未来 他之前太多的failing record 没有一个大学士 会喜欢这种 他会怀疑 你是不是精神有问题 你心里有问题 对吧 你是什么原因 你这么一直飞了 然后呢 他点了全A 我在这七八呢 是加了一些 他在别的地方课 柔和的 非要的课不算 就成交非常的夸张 所以当时我们选校的时候 非常的花了很多心思 因为真的是很难选 因为这种case非常少见 他 你像他和我一届 他现在是读大学了 我已经是 我是15年研究生毕业 他和我是一届的 就是他年龄 当然比较小一些 我年龄更大一些啊 就你想想 就这个怎么解释 你多少时间 但是孩子有个优点啊 能打的一个点是什么呢 他这期间也没有也没有闲 他一直在做生意 他家有 大家调点可以 他一直在做这个house play 他就是买一块地 然后和几帮人开发 或者买一个非常破旧的工艺 重新装修 又招租 他自己要 因为他要生活嘛 家里边就是父母年龄也大 他需要谋生 他在这边特别有sense 因为在北京嘛 他们家至少以前就炒房 不是那种大规模 就是可能买一套养一套 或者是买买两套养三套这种 他就有这个经济 所以经济头脑 然后他就在美国延续这种 在三方啊 一个小的公寓里边改造一下 然后租或者转手卖掉 他做这个事 后来我们就拿这个事做亮点 我们就说你这期间学了什么 他就说我和这个city打交道 我已经成专家了 就是怎么去克服困难 因为很多regulation嘛 我举个例子 我在一个房间里边都隔一样 这是不是违法 是不是是不violet的这个当地的city code 他讲了很多这个点 后来我们就沟通中 觉得这个点是个卖点 讲到成熟度 然后呢 他的学的活动基督为零 因为他就是年龄比较大 也不太也不太喜欢他那些 比他小很多的海的一块玩 排的很善良 很nice 所以当时我们写的时候 也是非常纠结 但是最后结果不错 他进了纽约大学 但是家长知道这个 他进的不是斯特尔商学院啊 斯特尔商学院 每年别说外部转啊 内部转可能也就是最多几十个名额 因为没有人往外转 所以他对内就没有名额 所以他真的是另外一个专业 和他这个所做的行业非常相关 他也比较高兴 当时呢 他也现在比较大 呃就是说南加大 marshall也是 甚至connell我们也冲一下别的学校 但是当我们最后看到最终成绩 到的时候我们震惊了 他那么多f和那个都没有隐藏住 所以当时我们就很害怕 所以我们就加了一些 稍微保底一点学校 就最后机会也不错 他去了纽约 因为他的将来的志向 就是去做房地产开放 然后呢 他也他这样 我觉得就纽约大学 纽约可能是最适合搞房地产的生意吧 呃特别适合 然后基本上就这三个案例 然后呢 这边我要强调一下 就是我们讲那么多设计大学 我们不是在鼓吹家长 一定要走设计大学 我们是要把选项列给大家 就是你们自己选择 呃然后 有优点有缺点 中期一点和我们规划高中孩子 初中孩子是一个路数 我们所有的坚持一个原则 你们家孩子什么特点 你们的教育诉求是什么 然后你们家经济情况怎么样 最关键一点 是你们的孩子 是什么样的性格特点 有些孩子不适合设计大学 他会fail掉 我会举个反面教态 我们之前帮一个学生 转到了UC Berkeley 这个孩子在之前一年转到UC Berkeley 也录了博士他不敢去 为什么呢 他有两个成绩是f 他没有给学校教学和的药 他不敢叫 他就没有去 呃这个孩子呢 当时写S的时候 我们镇住了啊 他基本上是 中文都写不出来 没有想法 我说你怎么拿全A呢 后来知道啊 他们有个特殊的团体 会一块考试前 搞个小会 把之前过去学生的那些 考试题拿过来复习一下 老师也懒得换 老师是不允许你在传阅这种 过去的考试题的 所以他们等于是有这个技巧 拿或者他甚至有代考 后来我们才知道 他托福是找到枪数 那时候枪数还不是特别严啊 前几年 他找枪数给他考了 因为他的那个英语学法 我一看啊 托福连70都到不了 但是哎 就是这种人 这个学生 他最后也能拿到一个 我们给他伸到了Burkley 他不敢去啊 就第二年 他重新把那课 Retake之后 他就去Burkley了 去Burkley学那个东亚学习啊 他说那里边还有中国人学Chinese呢 就是后来我们就想 你这是图了什么 除非你们家是旷二代 富二代 你就要一名回去继承 家里边大业 搞网红可以 要不然你这 你中国人来来来 来这个Burkley学 学习亚洲文化 学这个有什么意思 你又不搞外交 对不对 但是呢 有这么一批学生 所以这种孩子 我觉得不是合适 不合适的 而且现在这个情况下 是不可能的 他那个时候 真的是松几年前 带口啊 或者搞这些猫腻啊 但是不乏于这种孩子 我不建议啊 因为这个是违背我们教育初衷的 就是你最终教育这四年 换来的不是一个学生 一个一个一个degree 而是你的能力的一个提升 你的优势的 你对自我的一个 优势的了解 然后呢 适合什么样的孩子啊 给大家讲优势 家里头儿确实读不了大学 前两年我把学费降下来 这个确实可以 然后另外呢 就是他确实对SAT 你如果只剩UC 没有门槛 你不是盯着前二十 你不需要SAT 因为不是每个孩子适合考SAT 有的孩子是考试焦虑 他不适合考试 然后另外呢 就是有的孩子高中呢 他不小心 父母因为工作人员 去了一个特别强的学区 然后这孩子呢 就是不适应 这孩子发现都是 就是这孩子可能从一个 别的州过来的 结果一到这边 咱加州最好的一个学区 一个公里高中 里边80%的亚裔 或者是里边有华人啊 有印度裔的 那边孩子就知道学习 学习就特别能 特别强 然后这孩子在里边不适应 原来是学霸 来这什么都不是 然后呢 就比的特别差 自信心有打击 然后他这比就不行 他就是基本上有好大学 所以然后就不甘心 这种也可以 然后第三个就是 我讲那种非常有策略性 他认为 他做了很多research 他知道社区大学的门口低点 而且他比那批人 比他高中的批人要容易 所以他通过这个策略 两年转到很好的大学 这种学生我们见识过 非常少 然后另外一种 再讲一下缺点啊 因为我不想在这 情绳误导 那我还在进不了名乡 那我就走这个捷径 也不是 第一个 就是社区大学 是美国的复读 你如果这个社区大学 这个路走不通 你就真无路可走 因为四年转四年 他至少有个四年可以保底 加上可以升博士 升硕士都可以 对吧 但是如果你决定走社区大学 也就是说你没有后路了 你是假定 你还得一定能转进去 他有限制在major 限制是什么呢 如果你两年 你是从business去的 结果business你学完之后 你到了那个博克里 或者是urban 那种有business的项目 你发现你去了之后 你必须的专业课 修不下来 你想换专业 你只有最多两个quarter的时间 去改 改不了的话 你最后面临一个情况 可能四年你没有专业课上 你最后只能学一些特别水的专业 就那种没有缺人的 社会学员这种专业 那你等于是花了四年时间 去了一个不好就业的专业 也是百大 对不对 而且你如果不喜欢 你没有铺垫 没有这种passion 你成绩很差 你研究生也基本上解除了 我们在两年前碰到一个 在Colstein的学区 一个孩子找我们 他在博克里学生物 GP在2.7 家长说要前20前30 我们就这样进不了 我说不管你是博克里还是哈佛 你的GP3.0以下 研究生基本上结束了 因为研究生的要求 基本上3.0以上 这是一个硬质标 3.0以上 他不care你这种大学 你可以3.2哈佛 你肯定比3.2博克里要强 但是当你是3.0以下 没太大意义了 就这个孩子呢 学那个专业太难了 博克里的那个 Bio的专业GP在3.0以下 这个家长注意点 就你们要敢充博克里的Bio 一定要小心啊 然后呢第三个 就是Plan B 孩子他有SafeNet 反正我这个学大学 我就混了 他高中就开始放水了 你记得这个 社医大学需要两年的耐力 他的自律性比高中要求更严 高中每个孩子要去大学 他有那个氛围 社医大学不是的 老的人去那儿学个厨师 学一个就混两年 因为社医大学里边 有各种年龄段的 就他的氛围是非常自由的 你自觉你可以学很好 你不自觉没人管你 没有家长给你写report 没有college counselor 没有的 而你不是每天上课 他一周可能就一节课 所以不自律的孩子 或者是本身就是和家长有谋断 就是在升学不同意的孩子 那个地方不是个好地方 然后呢 对自律的要求非常高 自我管理啊 这个是家长孩子共同努力 孩子还小 他没有那种自律 这是正常的 然后最后一条 就是social 我们接触很多孩子 他们从来转到伯格力 或者转到U-Dub 转到那个USA 他如果不是很关键的 很难融入 因为那些孩子是从大一就在一起 他们认识 转学呢 他他有自己的权利 而他就会觉得稍微 比别人好像弱一点 就这个是要考虑到 这个不是很普遍 但是这个我们接触很多 我们的一个同事 就是伯格力毕业的 他就很有意思 他举了一个很想法理的 说跟那些伯格力 大一申请进来的帮孩子 包括ABC 包括国际学生 他他想着怎么创业 怎么做项目 怎么搞社团 然后跟那些 本地设计大学的 可能就天天想去那玩 去那吃吃喝喝 很有意思一个现象 就是因为设计大学 确实强度不是那么大 而且那帮孩子 我不是说那些孩子弱一些 就是你没有很强的自律 你可能会被环境所影响 插播一条条广告啊 我们的春季的 SAD ACD Book Camp 马上就要开始了 因为冬季的话非常成功 很多家长报名 我们这看部比较有特点 就是家长可以通过这个 来了解自己适合ICT和ACT 老师会给你反馈 而且我们的那个 老师都非常有经验 都是两位ABC老师 价格的话 也是应该比市面上都合适 而且我们是分三种 你可以按月报 可以两个月报 我们的Lex Time会增加 所以家长如果有兴趣的话 ICT ACD需要考的话 特别是想深入私利的家长 如果你只深UC 这个你可以忽略 如果你想考虑私利的话 可以联系屏幕 这个上面的二维码 加我们的Lindy老师 去联系具体 这ICT ACD Bootcamp的周末 周末班的这个具体的细节 如果你想咨询具体服务的话 请联系Ali老师 Ali老师是我们这个 主要对接的负责人 她自己也是高中来的美国 对这个很熟 她会给你匹配顾问 您直接加Ali老师屏幕上方 有具体问题呢 希望家长能够联系 屏幕上的Ali老师 或者我们网站留言 我们Ali老师会比大家 匹配比较合适的顾问 去介绍服务 到时候具体问题 我们再具体问 如果大家有兴趣 可以继续关注我们的公众号 去我们网站 订阅我们的newsletter 然后呢 我们每周都会有这样的角度 都会和时事比较相关 希望给大家在升学的 黑暗道路上 能够带来一些光明 好感谢大家 希望大家晚安 再见